最近在逛集市的时候 有一家人跟我打了招呼 说因为看了我的频道 才知道京都这些集市了 我非常开心 好看吗这个 这特别像那个金武英雄里面那个 要我试 这挺好看的 里边特别黑色的衣服 挺好看的 打鱼的相伤 你胳膊抬起来我看一看 它有个小弯 你在抬起来胳膊弄直你看 它有小弧形 哎挺好看的 一千块钱就买了 买了玩 从来就称红色了 你两个手举起来 它转的袖子好看 你看一个弯 哎挺好看的 走拍张照片了 看你转个身我看看 对多好看 当个帘子 桌布 桌布也挺好的 它没到就更好了 小衣服 小裤子 在家穿的呗 缝缝就行了 你看它这边还这样包着 买吧 挺好的 特别好 咱也看看多钱 原来也不便宜5000元 又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用处 大姐就没买 这其实挺大的 朋友需要个茶盘帮我选取 谢谢 小铃铛 这个 后边有字 写上去 应该是铁的 老径的禮拜店 它是春年代的 忘了 开装时代 大正的 大正的 这就是宣传 我是吴晨 现在是东寺 红法式古董集市的现场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过集市 看看各种各样的古物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我今天再去烧个香去 你烧不烧香 我不烧 买了个小兔兔 一块儿逛的朋友越来越多 毛衣染色了 我就把它买一个挡住我那块儿 挺好的 那你不买一个就是平的 我看好多小梅花前面有 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那位属兔子的 怪不得 撒狗粮 对 挺好玩的 是吧 先带着 我们继续逛一逛 走 紧留的 紧留影 这个是白鹤 鹤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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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三个的路 大肥子 拿起来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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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的一个正值 特别重 它是这样的可以撑起来 你知道吗 这面 桌面也好看 我喜欢这个 这个多好 怎么不好 这个是做米饭的吗 做米饭的 我也开 但我一直喜欢找一个老锅盖 这只当小桌子是特好 其实这个要小一点 你可以多好 你看这些当小桌子都好 这也是可以拆的 上级两个集散界一个特老的锅盖 这是锅盖 对啊 锅盖 新的什么 烤肉 烤肉的 烙饼 我如果喜欢它的造型 你看这个东方 你看 你看肥子 然后这个 烤肉的 烤肉的 对盗友吃 那咱们买一个烤肉 上哪烤去 就没吃 我们家是电磁炉 其实也行 电磁炉 你可以买一个那个什么 算了 哥这 哥奇怪的 太麻烦了 我们俩不爱吃肉 就是好玩 可以卖给老大 北京大姐看上这木盒子了 我也挺喜欢的 Fluy desi 那是挺好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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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片可以先买一个 插明片 插了 其实挺好的 买 这两千挺贵 挺贵的 他们家瓷器挺贵的 挺好玩的 对 这挺可爱的 这一家搞得好特好吃 老排着队 老排着队 所以我也一次没吃过 我就懒得因为一口吃的排好长 这些汤子也是用那个小猪席子摆的 摆得多好看 这是东四的北门 北门这儿好多卖菜的 我们一般都中午在这边找个地方吃饭 北门这块挺清静的 就不像男朋友人那么多 五八斤 我带了你 我带了一家 你带了一家 你带了一家 我带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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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带 我带了一家 老子 我带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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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漆的鱼的一個盒子做的很好看 果子器 明智的 他說那一集 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次的集市結束了 我們25號再見